刚刚听了沙大使讲的 沙大使沙民主长 也是我们的很好的朋友 他刚刚讲的 其实跟我今天这个题目 非常类似 起了一个非常好的热身的作用 百年沧桑从东亚病赴到民族复兴 我们可以看见在 我们过去 你说过去民国时期 清朝时期外交人物 你看李鸿章外交人物 民国时期有很多很好的 所谓我们今天讲的外交人物 但是谁能达到沙大使这样 当联合国的副女主长 而且在国际外交场合叱咤风雨 这跟新中国这个背景 跟中华民族复兴的背景 紧紧相连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 百年沧桑从东亚病赴到民族复兴 那题目非常大 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讲解 我们首先讲这句话 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年代注定要在历史中 国际的国际关系中留下深刻的影响 2020给我们印象最深是什么呢 庚子年 庚子年 1900年 1900年就是庚子年 2020年庚子年 60年一个轮回 1900年是什么呢 1900年八国联军 勤战北京 我们讲庚子年 我们最后赔款了四亿五千万两百亿 这是 很多人讲庚子年 一到庚子年就容易出问题 我们就 其实主要是从1900年开始 1900年的八月三号 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 向北京攻击前进 八国联军的全部部队 日军八千 俄军四千八 英军三千 美军两千一 法军八百 澳地利军队五十八人 意大利军队五十三人 1900年八月三号 从天津向北京攻击出发 全部八国联军 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人 十天之内攻陷北京 你看八国联军这个比例 这个兵力 京畿一代清军十五六万 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 八国联军又这点兵力 让人家十天之内攻陷北京 当然攻陷北京以后增兵了 占领河北 占领山西 占领山东的一部分 增兵到十万以上 但是当年攻陷北京的全部八国联军 就这不到两万人 我们被迫签订庚子条约 赔款十三个帝国主义国家 四亿五千万两百亿 因为最后来的人越来越多 刚开始入侵 大家看 真正向北京打的七国 不是八国 还有七千德军在海上 来不及赶到 他们都等不及了 不等了七千德军了 就是七个国家的一万八千多人 向北京攻击出发 把我们手入打起来 最后赔款了四亿五千万两百亿 你看这是当年的中国 在这种环境下 你谈什么外交 你谈什么国防 一个国家一民族 谈什么安全 当年在北京的英国人 刘尔卡克讲的话 这是中国向全世界 登出广告 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 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 你看他对我们的概括 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 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 你就成为全世界最好打击的对象 你又有钱 你又不愿战争 就像我们有人讲 不是讲那段子吗 就是传的叫什么 钱多人傻素来 那当年中国就成为了愿意付款 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 你就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打击对象 给我们民族支持的影像 1900年八国联军侵战北京 庚子赔款 那现在到了2000年了 60年过去了 新冠疫情爆发肆虐全球 现在全球感染人数超过3000万 死亡人数毕竟100万 你这种感染规模 我们都没料到 但是我们更没料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你看今天 历史简单的过去了吗 美国佛罗里达的博曼律师团队 要求中国赔偿数十亿美元 用中国持有的1.08万亿美元国债 抵消赔偿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 五名资深政客 要求中国赔偿3510亿英镑 澳大利亚按人口计算 要求中国赔偿5088亿元 5088亿人民币 印度要求中国赔偿20万亿美元 埃及要求中国赔偿10万亿美元 德国要求中国赔偿1490亿欧元 以上六个国家 向中国索赔上百万亿美元 19002020 我说你看历史惊人的相似 我们以为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因为到了危难时刻 到了紧要关头 这些国家这些人的真面的暴露 今年4月17号的华盛顿邮报刊登的 尼日利亚前教育部长 世行的前副行长 这位女士的文章 指责中国对疫情的处理 要求中国向非洲赔偿 他提出中国至少取消借给非洲国家的 1400亿美元借款 你看我讲庚子年 我们不说如何 庚子年最能看出国家个人的真面 你还在平常这温情默默的面纱 现在全没有了 全一副猙獰的嘴脸 你看美国的甩锅 特朗普的甩锅 达到了无理智的地步 仅仅于此吗 这么多国家要求中国索赔 非常值得我们思索 值得思考的并不是这些人 为什么热衷索赔 而是为什么特别热衷向中国索赔 我跟华大基因的负责人讲一句话 几乎无人敢向美国索赔 他给我补充了一句 也几乎无人敢向俄罗斯索赔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热衷向中国索赔 一方面 中国有多次赔偿的历史传的 另一方面 我们也有隐忍为上 花钱消灾的现实思维 你还包括弥漫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讲的话 只要钱能摆平的事都不是事 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 花钱消灾 就这些思维习惯 这些行为方式 带给我们的绝不是福音 你在国际上 人家知道你的这种惯常思维 带给你的是灾难 我们为了和平 为了安宁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只要打不起来就可以 只要不冲突就可以 就这种思维逻辑 给我们带来是灾难 这种精神状态 今天成为国外海关 街头特别喜欢打劫中国人 和今天要求中国赔上生意 几乎想见世界的重要原因 有他们的问题 也有我们的问题 我们从我们自身要做检讨 所以在今年 推迟召开的两会 王毅外长讲得非常清楚 针对中国的这些烂诉 没有事实基础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国际先例 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想让我们赔一个钱 你不要想 我们是胜利者 你想让胜利者索赔 历史从无此利 而我们前一段 我们的反驳各国项目索赔 你看我们的网上还有社评 就是我们一定要距离力争 最后争取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我前面有在广州 给字节跳动讲课 因为那个网站就是字节跳动的 我就问我这个社评是谁写的 最后争取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什么意思 少赔点就可以接受吗 我们有人还讲了 面对国际 像我们广 这种索赔 无理的索赔 我们要以事实为基础 以法律为准绳 给他们打官司打到底 我觉得这话 你还平常讲的没毛病 以事实为基础 以法律为准绳 你真的相信法律那个准绳吗 在国际上 美国恒星世界凭哪条法律 你真的以为他国际上 能够以法律为准绳 就这种精神状态 在今天这个严峻的斗争中 你无法适应 今天是个讲理的事件 你看中国为抗议 做出最好的示范 遭到那么多人污蔑 要求索赔 我们中国人的话 从皇帝给我们留下来 我们文化 游离走遍天下 无理寸不难行 我说我们自己细想下 我们凭我们道理 我们走哪去了 台湾海峡都没过去 越过台湾海峡 不是凭道理 凭力量 没有力量就过不去 美国人走遍天下 凭什么 游离走遍天下吗 美国人凭他的11支航母编队 全球将近300个军事基地 走遍天下 不是凭着道理 不要期待国际以法力为准时 不要期待我们游离走遍天下 我们近代来这种惨重的教训 你说我们哪条失礼了 1840到1842 第一次鸦片战争 大英帝国就这点兵力 28条军舰 15000军队 我们隔让香港 隔地配款 开隔地配款之先河 所以为什么特别热衷 喜欢向中国走遍 你看这个历史 1858到1860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25000 长驱直入北京 杀人放火 将圆明圆复制一举 我们今天有好多人 要求恢复圆明圆 原来的壮观的景象 花很多钱恢复 甚至还有提案 我说为什么要恢复它呢 就是残缘断壁留在这 让民族永远的伤痛 永远记住那一刻 我们把残缘断壁 全部恢复成建筑 恢复圆明圆的本貌 我们可以忘记它吗 1894家务战争 一支马关条约 各让辽东半导台湾 赔款两亿两百银 空签的各地赔款 然后1900更加空签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我说你看这是近代一来 我们就是这个状态 所以到今天人家回忆历史 不由自主的想到过去 近代来一败再败 一退再退 一忍再忍 澳门报纸原本评论 中国之装备 普天之下为质软弱的 极不忠用之五倍 其所行为之事 一如纸上说谎而已 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重 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你说你有七十万 人家一万八千八百一七一人 十天之间把你首都攻占 你兵力在哪呢 我们以为灾难都是大清王朝的 把大清王朝推翻了 民国建立了 民国灾难就结束了吗 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一万零九百 东北军二十万 三天丢掉沈阳 一周丢掉辽宁 两个多月 东三省全部沦陷 1937年七七事变 日本华北驻屯军 全部兵力七千八 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 十万 一个月华北沦陷 我们经常讲 帝国主义惨无人道 杀人成性 我们很少检讨 为什么自己衰弱致死 我们近代来的灾难 我觉得 当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凶残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软弱 你这种软弱最后导致什么呢 导致整个文明的崩塌 我们讲鸦片战争以来 中华文明一直在以西方文明苦苦抗争 随着国家几经灭亡 这一文明几乎断裂 中华文明几乎断裂 世界四大古文明 古埃及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 古印度文明 全部断裂 中华文明是近代来 唯一 就是整个人类 人类文明史 唯一幸存的古文明 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皇帝 从炎皇 我们叫炎皇子 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近代几乎断裂 几乎被我们给玩完了 非常玄乎 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诞生 是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摆脱了推势 他们以为三权鼎立 都是西方特有的 什么自由民主 都是西方特有的 谁也没想到 一种中华文明 能够建立自己独立的一种政治架构 区别于西方任何架构的 中华文明建立的 我们独立的政治架构 就今天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这种领导架构 你包括 我们有力的抗击了疫情 你看美国人福山 美国人福山 这是他的名著 历史的终结 1989年伯伦强倒塌 1990年福联解体 福山写了本书 使他响应全球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 社会主义阵营全球解体 人类历史终结在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 终止了 没什么了 这是人类的终极制度 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 福山觉得自己利润过早 华尔街的贪婪 自由资本主义的贪婪 导致金融危机 花光自己国家子孙的钱 在花光别的国家人的子孙的钱 通过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的运算 把人钱全花光 全挡光 资本主义就这样吗 福山感到犹豫了 2020年全球疫情蔓延 如果仅仅今年疫情发生在中国 我不知道别人要把中国骂成什么样子 结果今年好 全球爆发 欧洲 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非洲 谁也跑不了 所有制度在疫情面前的严格的检验 福山甲口无言 福山甲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因素 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 极权或民主 而是该政府的能力 以及更为重要的是 对政府的信任 他发现 中国政府的能力 和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在中国的抗议中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和 不仅美国 西方国家能力的低下 和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导致抗议的失效 福山说 比起政治体制的类型 最终起决定作用的 是民众是否相信他们的领袖 以及这些领袖执掌的 是不是一个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 福山看出来了 所谓民主 所谓集权 不是目的 它是手段 目的是什么 都是完成 为了完成有效的治理 结果 他发现中国的政府 就是有效的治理 这是我们什么 新中国的建立 是中华文明 在政治上 摆脱了败使 摆脱了这种推示 我们也能独立的建立一种 完备的 独立于西方 其他政治架构的 政治架构 1950年跨国鸭路江 是中华文明 在军事上摆脱了败使 今天是9月23号 10月19号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跨国鸭路江 整整70周年 10月25号 中央要大规模的庆祝纪念 我说我们讲庚子年 讲1900八国联军 起战北京 2000 新冠疫情 四月前求 正好终点 1950 志愿军跨国鸭路江 就在1900到2020 这样一个中心点 志愿军跨国鸭路江 我讲 中国真正融入世界 不是2001家务世贸 而是1950跨国鸭路江 我们正式融入世界 我们跨国鸭路江 谁相信中国人 新中国 就是 不讲新中国 旧中国 就是对西方的言理 谁相信中国人敢跨国鸭路江 你看你们918事变 发生在哪里 沈阳城 你再看看七一事变 北平城南部的晚平城 都是在中国的河西地带 发生事变 我们 卢沟桥还是抗日战争纪念馆 我说纪念馆的那个地方 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七十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竟然在卢沟桥爆发 我说大家想过没有 我们怎么一忍再忍一退再忍到这个地步的 鬼子都在我们抗头上住了多少年了 这个在卢沟桥跟你翻脸打起来 你怎么回事 所以西方看中国人就是这样 不相信我们跨国鸭路江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江 如果事业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 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 中国人天生的态度是宽容和友好 以礼相待并希望得到回报 能不打就不打 能躲就躲 能闪就闪 能喝就喝 能混就混 这是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 一说到战争 赶紧往后撤 所以美军司令 联合国军司令麦卡瑟信心满满 当时美国空中侦察发现了 我们的东北边方军三十万集结 有可能要入朝 美国总统杜鲁门非常担心 就问麦卡瑟 中国人要干预了怎么办 麦卡瑟信心满满 麦卡瑟讲 联军感恩节前消灭敌鱼 第八集团军圣诞节前撤回日本 把他们全部打来 圣诞节前结束一切攻势 如果赤色中国真的愚蠢的出兵 是在为他们创造回到实习时代的机会 多狂啊 太狂了 麦卡瑟我看今天跟特朗普也有一批 都是这种狂言无忌 要让我们回到实习时代 你看多么狂啊 从这个意义上说 跨过鸭路江不仅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不仅是维护朝鲜北方政权之战 也是对东方人的重新定义 必须用西方懂得的行为方式 展现自己的精神意志 才能在强者如临的国家席子中 安然入座 不要以为仅仅腰包里揣满了钱 人家就把你当作世界第二 你如果不能用对方懂得的行为相识 方式展现我们的实力 我们在世界民族之灵 你难以获得自己的一席之业 这是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 你再看我们今天 我们学界 有多少人在诋毁诱抗美援朝 出兵错了 不及时接受联合国停改协定错了 因战俘拖延签订合约错了 一错再错 他们忘记了 美军参业会主席布莱德雷讲的 朝远战争 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 就会把我们卷入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 拔上错误的战争 这是美国人说的 我们今天有人说 我们都错了 我说你知道前人给我们的奠基吗 你连这个基础都没有 你将来凭什么 就凭你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学者 你迎合西方的价值观 然后你能有效的完成中华民族的传承 历史文化的传承 根本无此刻的 当年谁相信我们会出兵 我们要求美军不能过线 1950年9月15号 美军人船登陆 当时周恩来总理 10月3号 明确发出信息 韩军过线我们不管 美军过线我们要管 我们当时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 周恩来总理10月3号凌晨 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基加 我们把消息告诉潘基加 让潘基加把消息传到英国 再把消息传到美国 潘基加知道事关重大 把消息传过去 为什么凌晨把印度驻华大使 从床上拉起来 到外交部紧急约见 因为10月2号晚上 政治局做了出兵的决定 10月3号是避免 以美国人冲突的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真的不想跟他打 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新 我们军队长期作战急需修正 我们不想这种卷入战争 只要你不过线就可以 美国人太狂了 潘基加知道事关重大 逊自把消息传过去 因为10月4号 美国国务院正式回复 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 中国人在吓唬我 美国国务院决心从哪来的 从麦卡瑟那来的 麦卡瑟给美国执政当局讲一句 不要相信中国人的话 你看看他们近代以来 那个糟糕透顶的历史 他们没打上过一场仗 他们现在吓唬我们 中国人最会嘘声恫吓 因为中国人崇尚了谋略大师 中国人最崇尚的兵学泰斗 谋略大师诸葛亮 诸葛亮最杰出的杰作就是空城记 城内没有一兵一卒把对手吓跑了 就中国人最擅长玩这一套 结果他们信心满满 以为我们不会处于 所以10月8号 10月7号 不是麦卡瑟下令 是杜鲁门下令 美军越过三八线直步平壤 所以10月8号 毛泽东下令 着中国人民志愿局 迅计向朝远境内出动 中美两军朝远半岛迎头相撞 我们后来跟美国人会谈反复讲 不是我们想和你打 是你逼得我们不得不跟你打 我们一人再人 一次警告再次警告 你们制作网络 非往上走 逼得我们最后不得不跟你们打 美国人最后不承认了 说是呢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你们信息传递不清 你们说要管 这个管什么意思 我们不明白啊 你们应该明确的说 我们过三八线 你们要出兵 这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考虑出不出兵了 你们这个管 我们不明白什么意思 美国人不明白吗 揣着明白装糊涂 9月30号 戴总参谋长聂荣真 已经发表声明了 美军过线 中国绝不会支支不离 他不是真的不明白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是觉得你们中国人 你们历史上从来没管过什么事 从来没管成过什么事 你今天凭什么管 你说我们凭什么管 我们今天就管了 把半岛事管成了 他就知道 中国人有管事的能力了 中国人管事能力从哪里来的 就从美国 今天美国首都特区 华盛顿 华盛顿特区的 他所谓韩战纪念 韩战纪念碑 召来的 他整个朝鲜战争的 他的背包上写了 美军阵亡了 五万四千二百四十六人 受伤了十万多人 十万零两千二百二百八十四人 然后被俘 七千多人 然后失踪 一直没找着 八千多人 这是我们管事的根本 这是我们的前辈 志愿军 给我们留下的基础 我们志愿军 与重大牺牲 为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 博取了地位 所以为什么日本 京都大学的教授讲 毛泽东 你们的毛泽东 1949年讲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他说美国人都不相信 看看你们糟糕透顶的 那部中国现代史 近代史 毛泽东一句话就站起来 他说谁相信呢 1950年你们出兵朝鲜 把我吓了一跳 你们不但出兵朝鲜 而且竟然把美国人 从北面压到南面去了 我这才觉得 中国人真的不一样 看来毛泽东讲的话 有些道理 我们中国人凭什么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力 哪怕毛泽东的语言 他们都不相信 凭志愿军坚决的行动 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 和巨大的吸血 你看现在这书写 美国抗日战争 就是朝鲜战争史的 约翰·波兰 他写志愿军 他们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 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 数十万官兵 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中 徒步跋涉血缘冰河 穿过弹幕火海 浑身挂满兵临 还在顽强冲锋 一副多么好的画面感 你看我们这些前辈 亚利山大备文就写的 没有空军和坦克 没有重型火炮 饿着肚子的中国军人 让美国军队遭受了其历史上最远的一次撤退 沃尔特 赫尔姆斯写的 从中国人在整个朝元战争期间 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 和防御能力之中 美国及其盟国再清楚国的看出 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 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你要看看这些美国 你的根本在哪里 我们用西方懂得的方式 展现我们的意志和决心 你才能真正得到对方的尊重 我1997年的美国国王大学学习 国王大学呢 他不开晚餐 只有中餐 每天晚上 美国国王大学有一个富特大面包 送我们两个学习的中国军官 到华盛顿的包林空军基地就餐 包林空军基地 和陆军海军空军陆战队各色人等 遗憾来了两个中国军官 哎呀跟你吃饭合影照相 刚开始你觉得美国人很好客 时间长了你才明白 就是因为交过手 走过战 他对你特别不理解 他知道他觉得中国军队装备特别差 作战特别猛 他不知道这人是怎么回事 他对你感兴趣 他想了解你 我们当年参观西点军校 美方让霍博中校陪同我参观 霍博中校 为什么让他陪同我参观呢 霍博中校是西点军校 1978年的毕业生 他对西点军校很熟 所以让他陪同我参观 我俩在西点军校内 看见了上干岭 597.9高地和537.7高地 两个高地的模型 摆在西点军校经验馆内 霍博中校就说了这句话 我们当年上学学过这个战力 我就知道山头让你们两个连守卫 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攻不下来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七个营夺战不了两个连的阵地 我们问了教官 教官参加我们小组讨论 我们小组六名军官 讨论到最后教官走了 我们六个人还是没搞明白 为什么七个营夺战不了中国人两个连的阵地 凭什么赢得他们的尊重 就凭这一点 为什么七个营夺战不了两个连的阵地 你看看我们以前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八国联军情况 人以那点兵力 打得你灰头土脸 1949年是关键点 旧中国 新中国的关键 什么叫新中国 资源还是那资源 人民还是人 生产钢铁量还是钢铁量 1949到1950 执政团体换 国家意志变了 什么叫国家意志 西方的经典理论 国家意志就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 我们圆了国家意志 由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意志 由大清王朝的皇族体现 爱心角落体现国家意志 后来由北洋军发原始海体现 还由民国政府蒋介石体现 1949年新中国之后 由新中国的毛泽东体现 中华民族的国家意志 完全不一样 天翻地覆 所以我们在这儿讲 跨国鸭鲁江 是中华民族 是中华文明在军事上摆脱了败事 大家注意一个文明 不但要历史传承 不但要文化素养 还必须军事力量捍卫 古埃及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 古罗马文明 古希腊文明 都败于军事政府 我们近代来中华文明的灾难 也是来自于军事政府 对方一次次入企 你一次次搁地赔款 那你这个政治架构 你这个文化体系 你的合理性在哪里 你的生命力在哪里 提出非常大的质疑 所以我讲 我说中国共产党 是中华文明最有力的捍卫者 它建立的政治架构 在政治上 我们也能搞一个独立 有别于西方的政治架构 它指挥志愿军跨国鸭鲁江 是中华文明在军事上摆出了败事 然后 四十年改革开放 是中华文明在经济上扭转了掠视 今天的 中华民族复兴 绝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复兴 一种文明的复兴 为什么美国人现在很着急呢 我们讲多种意识形态并存 多种社会制度并存 多种文明并存 多种宗教并存 相互借鉴 相互学习 互相补充 互相发展 共促发展 我们这个理念 他们理念是什么呢 西方的理念 人类文明史就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史 俄罗斯怎么样 俄罗斯东正教 东正教也是基督教的分支 也是白人 就像美国国务院 那个办公室主任斯尼娜讲的呀 俄罗斯也是靠K人 什么叫靠K人 靠K人就高加索人 世界上的白人都称为靠K人 高加索人 就是美国现在的观点 就他国务院那个综合研究室主任斯尼娜所讲的观点 包括冷战 包括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 冷战 社会主义制度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 他说都是白人内部的事情 苏联东欧都是白人 马克思恩德斯都是白人 所以斯尼娜讲 包括冷战 包括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 都是Western family 都是我们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事情 以东方无干的 现在是一种全新的 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 全新的东方文明 西方以前从未碰到过 当然短暂的碰到过 二战期间 日本 日本到处侵略 以军事手段扩张 他们不能够短暂 但是日本 以中国今天完全不一样 我们中国今天不搞军事 我们完全发展经济 发展科技 发展教育 我们通过这些方式 完成增长 我们觉得 我们完全能够以多种文明并存 他觉得什么呢 他觉得中华文明原来就在山沟里的 山顶是我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 你们都在山沟里 你今天爬到山顶而来了 所以他今天感觉到的 绝不尽是什么 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威胁 他不是的 他今天感觉到的是一种全新 全新的意志的文明 这个文明以传统的西方基督教为核心的文明 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不允许这种局面出现 我们是互相包容 相互包容 你文明你的 我文明我们的 谁影响谁了 他不允许 他不习惯 他不适应 你们原来在山底下的 你们先往山底下爬 跟我平起平坐 他不适应 我说你不适应 你没有办法 你不适应 你得慢慢的适应 我说今天 世界四大工业国 美国 德国 日本 中国 美国 工业产值在世界长期雄击世界制造业20%以上 后来跌落了 日本 90年代中期曾经达到过世界制造业20% 后来也衰落了 德国 长期比较稳定在世界制造业 工业制造业10%以下 来注意中国这条红线 1980年 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2.5% 2008 占世界制造业18% 中国上升红线 以美国下降的红线相交 各占世界制造业18% 过了2008 中国继续上升 美国继续下降 2018 中国制造业 已占全球比重29.4% 世界第一了 2025 中国制造业将占全球比重40%到40% 第二 德国 德国也是一样 德国也占了六项 德国也没有芯片 没有航空发动机 没有智能手机 没有笔本电脑 然后没有液晶面板 没有航天工业 没有卫星导航 然后美国 美国在十四项中呢 占了十项 美国没有液晶面板 没有高铁 没有民运船舶 没有锂电池 然后是中国 什么都有 十四项七倍 我们的问题就是质量不太好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提升我们的质量 但是 中国人的 什么都能鼓蹈出来 我们必须得提升我们的质量 但是你从这边看 中国形成的经济规模 这个规模 无人能够替代 无人能够取代 这个规模在促什么呢 促使量变到质变 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 我们很多人说 我们当年改革开放 我们发展 我们早知如此 当年就把高污染 高能耗 劳动秘境全部遏制 不要发展 我们职业发展高科技多好 我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个必然的阶段 你无可预约 你必须经过那段积累 你才能用量变 到达质变 我们今天正在一个量 质变的关节点上 这个质变的关节点 是我们量变积累的结果 而不是你能够跨越 那个阶段的 你跨越不了 我们今天这个经济规模 使别人很难拿我们有办法 所以总书记讲的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不是一个小池塘 狂风骤雨 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 中美贸易战打了两年多 又怎么样 心理冲击大于实际冲击 美国高科技封锁 又能怎么样 心理冲击大于实际冲击 心理震撼很大 实体影响有限 支撑中国经济规模的 是中国的教育规模 包括咱们这个学院 我说民办学院 办的这么好的学院 这也是我们今天 几条腿走路 共同取得的结果 就中国今天这个教育规模 是支撑我们工卫规模 是支撑民族复兴的 最关键的基础 我经常讲 我中华民族的希望 并不在于那些 有限的少年大学生 并不在于那个 绝段高端的精英人才 在于我们能不能 完成教育的普及 中小学的普及 高中的普及 本科的普及 在于就是 中华民族教育的未来 在于全民族 总体素质的提高 而不仅不在于 我们个别培养出 多少精锐 你看那精锐 都到西方打工去了 又在西方端盘子呢 而我们真正的 我说你看在今天 航空工业也好 航天工业也好 舰船船船舶也好 包括我们火箭军也好 真正起骨干作用的 并不是我们大学的顶尖人才 是中等偏上的人 起到我们的核心骨干 当然我在这里面讲的 就是因为教育本人 这个智商本人具有不稳定性 智商越高的人 他越不稳定 为什么不稳定呢 选择越多 诱惑越多 越难以聚焦 反而是没什么出路的 没什么太多选择的 只好一条道走到底 撞了南枪也不回头 他干出来 智商高的选择多 今天选这个 明天选这个 跳过来跳过去 最后什么也没搞成 一辈子打工 然后这些人 真正干出来是这些人 当然这就涉及到 我们今天教育规模了 其实美国人今天最担心的 比担心中国工业规模 更担心的是中国教育规模 这是美国人做的 2016年理工科 世界的毕业的人数 中国470万 美国56.8万 当然美国人统计数字不准的 教育部 我前面就碰见教育部的副部长 鲁锡英副部长 鲁锡英副部长跟我说 说金教授 美国人统计2016年毕业470万 我们现在每年毕业本科生的 就学理工的本科生的600万以上 我们远远超过这数字了 我们说姑且就按照美国人的数字 他觉得中国毕业的 学理工的本科生是他的10倍以上 他感到将近10倍 他感到很难受 而且大家注意 美国每年56万人 学数位化 绝大部分还是亚裔 中国人 亚洲人在那学 他们白人 他们靠黑人在那干什么呢 他们在那学法律 学金融 学医学 也学信息科技 挣钱多 就业好的 他们在学这个 谁学制造业 桥梁 船舶 煤炭 钢铁 建筑 谁学这个 他们不学 他们转学 学那去了 所以今天对美国来说 最大的麻烦 不是中国威胁 谁威胁你了 你看你自己 他们现在发现了 自己问题很大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 理工毕业人才 2010 2001至2014 中国新开设 1800多所大学 培养的科学技术 工程毕业生 是美国的十倍 当然我说 咱们的这个院校 也是在这个 2001到2014 就是美国人统计 新开设的 1800多所大学之内的 你看这 培养了多少人 美国国家科学学院 学报报道 44%中国大学生 主修自然科学 工程区 美国只有16% 考虑到中国人口 是美国的四倍 这一趋势 未来十分可怕 他害怕的 不是中国的今天 是中国的明天和后天 源源不断的 理工科毕业生 走向社会 源源不断的 工程师队伍 加入中国这个 基建狂魔的队伍 中国这种科技 也叫科研狂魔 一批批加入 美国人认为 这将对美国构成 最大的威胁 在未来 而今天一个现实 华为 华为科技 一军突起 我们能想象吗 美国总统宣布 去年5月15号 美国因华为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一个全世界 首屈一指超级大国 因中国一家 民营企业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世界政治史 事业企业史上 前所未有 没有过这种先例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 巴尔讲 美国没有5G设备供应商 以中国主导 这个前所未有的杠杆 影响力相比 美国今天经济制裁 将显得苍白无力 今后更失去制裁能力 美国和盟国 是否能够 以华为展开足够竞争 避免将主导权 拱手让给中国 时间窗口很短 我们和我们的盟友 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所以大家就能理解 为什么美国总统 副总统 国务卿 国防部长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不管走了哪里 头号问题 封杀华为 不许购买华为任何装备 都以该国是否购买华为装备 作为以美国关系的试金石 他为什么说 充分感受到了美国所受到的威胁 被中国技术超越 5G 华为掌握的5G 是1840年以来 中国人第一次 在技术领域 获得一项领先 民营企业华为 打破了西方技术城墙 雄厚的西方技术城墙 被华为撕开一个巨大的突破口 所以他们制裁华为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我跟华为的任正非老总就讲过 我说美国今天对华为这种制裁 是世界政治史 世界企业史上前所未有的 一个超级大国 集全国之力 集盟友之力 打压中国一家民营企业 任正非老总给我补充计划 何止打压我一家民营企业 打压我一个家庭 连女儿都扣了 孟晚舟现在被扣了六百多天 是以法律为准成吗 是游离走遍天下吗 你说到哪讲道理去 所以我们必须得报复 谁扣吗 就是加拿大 我们必须得报复 中国人最缺的就是报复观念 我们一说就既往不咎 一说就向前看 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 这在国家关系中是严重不息 所以对加拿大这种行为 坚决报复 孟晚舟案的实质 是美国加拿大 是否拥有对中国公民的制外法权 中华民族 从东亚兵赋到民族复兴 我们新中国打掉的就是制外法权 今天他想办法将给你弄回来 此力一开 意味着今后任何中国公民 在任何与美国有引渡关系的国家旅行 都可能随时因某种不明指控被逮捕 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会遭到经常侵犯和检查 所以我们必须加以严重对待 美国这种下三滥的行为 你别说别人连自己都看不下去 孟晚舟被扣一周之后 华人顿邮报发表社评 美国人民希望在美中竞争中获胜 但不是用这种低级的手段 你来点高级的 你把人家女儿扣下来 你算什么本事 你看汇丰银行 直接出卖孟晚舟 华为海外业务都由汇丰银行打理 他活着华为的高度信任 汇丰 地国主义银行 充分利用华为的信任 调孟晚舟上钩 让孟晚舟到香港 2012年汇报什么财物 然后让孟晚舟提供材料 让孟晚舟提供PPT 然后转身 把孟晚舟的讲话录音 把孟晚舟的PPT提供给美国 这是抓孟晚舟的证据 你见过这样的银行吗 我们讲西方银行信誉是最好的 为储户保密 最好的 所以华为也信了 信了汇丰 你和汇丰出卖 我们今天很多国企走完海外 好多民企走完海外 我们今天以孟晚舟的教训 我们先看见对国外银行 你千万小心 到关键时刻 不但出卖储户 而且钓鱼 不需为了自身利益 做钓鱼把储户钓来 你汇丰银行 我必须对这样的银行加以制裁 我们现在还在没有开始对汇丰银行的制裁 我感到非常遗憾 孟晚舟背后加拿大 一天24小时带着电子脚料 定位 现在保释 保释在外 24小时电子脚料 去年10月 他父亲生日 孟晚舟回不来 在微博上发了篇长文 做过他父亲的生日 这篇长文很多人看了 感动得潸然泪向 我说 这就是新时代的英雄父女 我们以为战争年代过去 初英雄年代过去 我们今天都是凡人 都是俗人 我说你看 今天依然在诞生英雄 华为的任正非 是中华民族率先获得技术突破 给华为带着胜利 中华民族的英雄 华为的孟晚舟 为华为正在忍受巨大的苦难 他是华为的英雄 也是中国人的英雄 上海有一个上海 长江商学院的院长助理 一位女士 她英文非常好 她是什么巴菲特 比尔盖茨 克林顿 小布置访华 在上海长江商学院演说 她都担任翻译 她是上海人 英语特别好 上海也是挺西话的地方 她平常讲话半中半西的 经常加达一些英文 但她讲了两句话 我觉得她讲得非常好 她叫朱语 她讲得非常好 我说朱语 你讲了两句话 我要用 但我不说我讲的 我说你讲的 她说金教授 你就用吧 你说你讲的就 我说不是我讲的 你讲 这是赚的权在你 我尊重你赚的权 她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 如果没有毛泽东 我们以为我们中国人 永远只能吃败仗 谁都打不过 借人就隔离赔款 这第一句话 如果没有毛泽东 我们以为我们中国人 永远只能吃败仗 第二句话 如果没有任正非 我们以为中国人 永远只能吃土 我就问他吃土什么意思 他吃土不是我说的 是柳传志说的 你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 人家跑前面 人家跑些养起来的土 你不吃谁吃 你永远跟随 你就吃土 你看这两个话讲的 如果没有毛泽东 我们以为中国人 永远只能吃败仗 如果没有任正非 我们以为中国人 永远只能吃土 他第三句话 这二位改变了 一个民族的气质 我注意的是 三句话都讲得非常好 华为 你看华为的宣传广告 他原来这广告 巴雷舞脚 巴雷舞姿优美 脱了舞鞋 伤痕累累 这是优美的巨大代价 大多数人只看见了优美了 你看见它背后的代价了没有 华为 原来这是华为的logo 它的一个宣传广告 现在又加上了孟晚舟的脚 晚舟的脚料 也巴雷舞的烂脚 都说明了成功的艰难 苦难的背后是伟大 我觉得华为今天这种战斗动员 我在华为松山湖参观 松山湖它有很好的咖啡馆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华为的新的松山湖园区 它的研发基地 它的培训基地 大家去看看 建设的非常漂亮 我说你们一定要到咖啡馆里去坐下 喝杯咖啡 不仅是它咖啡做得非常好 关键是什么呢 你看它的咖啡杯 每个咖啡杯上都写着 灯塔在守候 晚舟早归航 我觉得什么叫战斗动员 开大会 拉标语 喊口号 是战斗动员 但我当 我说我要是华为的员工 每当我端起着咖啡杯 我看着咖啡杯这两句话 多么好的战斗动员 激励内心 中国人一定要奋起 我们的奋起绝不仅是为了富裕 为了三十亩的一头牛 为了买得起房子买得起车 一个民族的复兴 一种文明的复兴 所以任正非讲的话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他讲的话 除了胜利 我们就无路可走 我说任总 你话讲得非常好 我要用 他说你用吧 就是这话 除了胜利 我们无路可走 必须得胜利 我们今天 完成中华民族复兴 我们有非常有利的条件 我们今天全球经济总量第二 全球消费第二 全球吸引外资第二 全球第一大制造国 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我们很快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 还有2030年到2035年成全球第一大经历体 我们今天就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一种量变到质变的机具 你看现在世界知识产权统计了 世界知识产权 2018年知识产权 你从这数量大家给给大家看看 欧洲专利局就17万项 欧洲专利局多少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 挪威 丹麦 瑞典 加上东欧多少国家啊 欧洲专利局全部专利17万项 还不如韩国 韩国21万项 韩国日本三分之二 日本30万项 日本是美国的一半 美国将近60万项 美国是中国的三分之一项 中国154万项 当然我们今天承认我们的专利的质量 不如美国和日本高 但我们专利的数量上来 这也有个量变到质变过程 包括在专利 同样有一个量变到质变过程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所以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 你看我们网上不有这个嘲笑的话吗 中美贸易战打什么呢 就是美国政府在对抗 深圳南山区的越海街道办 就美国政府在以越海街道办打 越海街道办 华为 中兴 腾讯 大江 柔宇 百度 都在越海街道办 北京一个街道办人处不算什么 上海一个街道办人处不算什么 郑州一个街道办更不算什么 深圳一个街道办 越海街道办 了不得的街道办 我在腾讯总部给他们讲课 腾讯局副总陪我参观 腾讯两幢玻璃大楼 我们站在高楼上 腾讯那几个副总说 金教授你往下看 几幢玻璃大楼中心有个低矮的建筑 还贴着瓷砖呢 我说我看见了那什么单位啊 越海街道派出所 贴着瓷砖 我说派出所怎么了 你还接着他们指挥呢 对啊 派出所经常检查我们工作 我们按照他要求办事啊 他说我们的领导啊 你越海街道办 我去年在深圳南方科技大 讲学 南方科技大 建校十几年 现在已经名列 世界理工类大学的前十四 第十四名 突飞猛进 南方科技大所在 所在的桃园街道办 提出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口号 桃园街道办要超越海街道办 我当时大事情 我说你桃园街道办 凭什么超越海街道办 我说越海街道办那么牛气 你怎么超他 桃园街道办跟我讲 我凭什么超他 我桃园街道办有深圳大学 南方科技大 哈工大分校 哈工大分校在桃园街道办的招生 比哈尔滨本校还高 将来清华分校 北大分校 我桃园街道办就大学园区 高科技园区 产业幅化区 我就有个大学 高科技 最后超越海街道办 我经常讲 到了南方 升级勃勃 到了北方 气氛都不一样 你在走的东北 更加沉默 都在等 我说等什么呢 等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区 等国家投资 国家优惠 国家贷款 国家政策 你到南方看看 长三角 珠三角 无人在等 都在干 挖空心思在干 我前面就有北京 疫情 我在深圳住了很长时间 我躲避北京的疫情 在深圳上海都住了很长时间 在深圳住的时候 深圳特区政府 深圳市政府 看来说 金教授来了 必须跟我们讲一课 我说行了 住在你们的疗养院 我说必须得跟你讲一课 讲课的时候 深圳市委领导说呢 我们有个班要参加 我说什么班 芯片班 我说什么叫芯片班 深圳市委市政府 正在举办芯片班 我后来才了解才明白 深圳市委市政府 所有的公务员 理工科毕业的 文科毕业就算了 理工科毕业的 分批分期 全部参加芯片班 我给你讲的是 第二期芯片班 第一期结束第二期 以后第三期 第四期 所有公务员 全部经过培训 芯片培训 不是让公务员 回家去搞科研去 研究芯片去 是你们必须得懂得 为什么 深圳下一步要作为 全中国的芯片 研发和制造中心 和国际的芯片 研发制造中心 我跟深圳市委 领导讲 我说中芯国际在上海 上海已是 中国的芯片 研发制造中心了 深圳市委信心满满 我们超它 我们超它需求在深圳 华为在深圳 中芯在深圳 腾讯在深圳 大江 柔宇 百度 都在深圳 芯片需求在深圳 我们将来上海 就我们将来深圳 一定超上海 不能超上海 而且成为全世界的 芯片研发 创业中心 我说你看 地方政府这个感情 我经常讲 我深圳市委 市政府这个规划 国务院知道吗 发改委批了吗 可能不知道 可能没有批 干起来再说 一定这么干 这种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给人非常深的影响 他们是这样 一到了北方 感觉 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 等待批准 我觉得我们改开放 不是这么过来的 改开放 我们今天回顾 今年深圳特区建设 四十周年 今年很有纪念意义 深圳特区建设 四十周年 跨过鸭鸭江 七十周年 你看当年 深圳特区建设的时候 小兵同志画了一个圈 就一句话 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 深圳真的杀出一条血路 一九八零年 深圳特区建设 经济总量 是香港的五百分之一 二零一九年 深圳经济总量 超越香港 三十九年 深圳经济总量 超越香港 今年 又把香港 甩到后面 就是中国发展速度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证明我们的 不是政治理论 是经济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